做Roblust游戏的时候不能够理解event事件是什么吗 今天这部影片我将带你一步步的了解什么是event事件 看完之后保证你能够做出更好的Roblust游戏 哈喽大家好我是克拉克 想要做Roblust游戏却苦于英文能力和无法理解程式语言吗 在这个频道里我将每个礼拜上传一到两支Roblust Studio的中文教学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论游戏与功能施作 在这里你都能得到解答 现在立刻帮这部影片按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 你就再也不会错过影片的更新哦 快点分享这个频道给你同样热爱Roblust的朋友知道吧 什么是event事件 现在我要给你灌输一个概念 我认为只要提到event事件 就代表有两件事情发生 第一个是现在发生什么事 第二个是之后又发生什么事 用早上被闹钟吵醒来做说明 今天你被闹钟吵醒了 对应了现在发生什么事 被吵醒之后去学校上课 对应了之后又发生什么事 请务必记好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城市的世界 我的影片里经常提到一个英文单字 upjet 找样子我们打开Roblust Studio 开启一个新的Bestplay 我们直接点击上方横条的view 点击这个选项 upjet browser 可以看到这个充斥大量陌生英文的视窗 左边这一排全部都是Roblust里面的object 选择任何一个object之后 看到中间的视窗 我们先来看左边的图示代表了什么 首先是有着粉色图案 这代表了这是这一个object内建的方选 蓝色则是这个object的properties属性 最后是闪电的图案 这就是本部影片的重点 event事件 你可以点击任何一个选项之后 在下面的视窗看到关于这个选项的说明 不过Roblust的API的网站也有同样的功能 甚至更详细 而且你还可以右键Google翻译 现在我们在walkerspace里面新增一个part 我们看到part的properties视窗 找到classname类别名称 基本上这个classname就代表了这是哪一个object 我知道听起来很怪又很绕口 但如果要详细讲起来又会是另外一部影片的长度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坑留在这里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part的object是... 呃...part 对 我们就能在objectbrowser里面找到part这个object 这边有一个快捷键 我们能明显看出这个object列表呢 是从A到L排序下去的 我们这边按下键盘上的P 它就会自己帮我们跳到P开头的第一格了 我们找到part 就能知道这一个object有哪一些我们能够使用的 方选属性还有事件 待会我们要用到一个会经常使用到的event 叫做touched 在这个视窗没有给我们详细的说明 所以我们到Roblox的API网站 找到part底下的event 里面有一个touched的事件 下面就有跟我们说这个事件是做什么的 说真的如果你是真的想做Roblox的游戏 并且想成为一个script 那你真的必须学会读和使用英文 如果你的问题是我该学会哪些东西 才能够做出某一个功能 我都会回答你一些API的网址或影片 甚至我只是帮你用英文Google国外开发者论坛其他人的解答 这种Let me google that for you的事情 我想你应该自己做会比较快吧 离题了回到API网站上来 我们可以对这句话Google翻译 翻译结果是当一个零件与另一个零件接触时触发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event就是当这一个part被设置了touched的event时 如果有另外一个part碰到了它 这个event就会被触发 fired的 我们先对这个part做一些修改 为了方便说明 我们将这个part的名称 修改为redpart 红色的part 将它的颜色修改为红色 并且放一个script进去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去侦测 有哪一些其他的part 碰到了这个redpart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在脚本里面定义出要使用touched的 这个event的object 也就是redpart 因为我们的脚本是直接放在redpart底下的 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使用script.parent来找到这个script脚本的parent 也就是redpart这一个object 我们可以看右下角的property视窗来验证这件事情 定义完这个object之后 我们就要来学习如何使用event 那我们要对这个object建立event 要输入这个object 现在它是一个变数叫做redpart 之后输入点 后面要加你要使用的event 因为我们要使用touched 所以我们输入touched 之后我们要输入冒号connect 左右瓜糊 表示如果这个事情被触发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在上方写一个function 还不知道function是什么的 赶快点右上角资讯卡去把影片看完 我叫他say something 在里面写print 有东西碰到我了 接着我们把say something 这个function的名称放到connect里面 我们来play看看 操纵我们的角色去碰这个redpart 你就能看到右下角output视窗 显示了有东西碰到我了 有看过我的其他影片的观众 肯定注意到了一件事情 没错 你完全可以将上面这个function 去掉它的名称之后 把这整个function塞到connect里面 两个会是完全同样的动作 这当然要看你自己习惯怎样的写法 如果我希望我的脚本分工得更明确 我会使用刚刚那一种写法 不过大多时候我们都只会使用这一种简写方式 好的 现在我们来整理一下你的头绪 还记得我开头跟你灌输的观念吗 提到event就代表有两件事情发生 第一个是现在发生什么事 第二个是之后又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事件就对应了我们刚刚在API网站上看到的touch的 这个event的说明 当一个零件与另一个零件接触时触发的这一句话 我们的游戏角色的某一个部位 也就是其他的part 碰到了redpart 第一件事情就发生了 第二件事情就对应了我们刚刚在这边写的这一个function 我们在碰到redpart之后发生了print 有东西碰到我了这一行程式码 第二件事情也发生了 总结就是touch的这个event触发的时候 就呼叫这个function里面写的所有程式码 你有没有发现右下角opt视窗 显示这一行有东西碰到我了 它旁边都会有乘语一个数字 这是因为这一种event非常敏感 小色模型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part 它会在你每一次移动的时候 侦测你身上有哪一些part去碰到它 我们看到API网站关于touch的说明 我们看到Promitus参数这一行 这个在你使用其他不同类型的event的时候 也会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记好了 记不好也没关系 影片是免费的 你可以多看几次 让自己多熟悉一点就没有问题了 这一行呢 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 每当touch的event被触发的时候 它会给予我们一个otherpart的参数 这个参数告诉了我们 是哪一个其他part 碰到了redpart的object 那我们要怎么取得这个参数呢 一想到参数 聪明的你肯定想到了function对吧 没错 我们在connect里面放的这个function呢 实际上在每一次touch的event触发的时候 都会取得一个参数 叫做otherpart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在function的左右瓜糊里面定义它而已 现在我们在function的左右瓜糊 也就是定义参数的地方 输入一个参数名称 otherpart 这个参数名称呢 其实你可以自己取 那我为了方便说明 我就一样沿用otherpart 并且我们修改一下print 让它帮我们显示otherpart 现在我们按下play 你就能够看到 每当我的角色碰到了这个redpart 它就会在output视窗里面 显示我的角色哪一个部位 碰到了这个redpart 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利用这一点 来做一个你经常在跑酷地图里看到的 当玩家踩在某一个part上面 玩家就会受伤的功能 我们先按下play 我们看到右上角的walkerspace 找到我们的角色模型 我们将角色模型展开来 就能够看到我们角色模型的某一些部位的名称 正好是对应了右下角output视窗里面显示的名称 对吧 那么我们要怎么让玩家受到伤害呢 同样在这个角色模型的底下 有一个object叫做humanoid 里面有一个属性叫做health 也就是玩家的血量 还记得我们以前在blasper的换图片功能实作影片里 用到的一个技巧 我们能借由共同的父母 也就是parent 来找到其他人 现在我们的right lower leg 右脚 还有humanoid 他们的共同父母 也就是parent 都是我们的这个模型 你们的模型应该会是你们游戏帐号的名称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脚本里面 藉由共同父母来取得humanoid 让我们待会可以帮玩家扣血 我们在function里面定义一个变数 playerhumanoid 等于other part 的parent 因为我们的other part 会是我们角色模型的左右脚跟腿 对吧 要记好咯 所以我们的腿跟脚的parent 就会是我们的角色模型 但是因为我们要的是humanoid 所以我们输入点humanoid 按下play 你接下来呢肯定会看到错误 如果你看到红字的错误 就代表电脑觉得你整个脚本里面有某一些地方怪怪的 他不能够理解 希望我的观众们自己去试着找出这一段错误的意思是什么 我相信你会犯的错 国外一大堆的创作者肯定也犯过 所以你只要去google 你肯定找得出解答 请不要一遇到错误就马上问我 这样子你是永远无法学会怎么写程式的 现在我们来依靠这一行红字来debug 上面写 Humanoid is not a valid member of walkerspace 旁边还很贴心的告诉我们是 Line 4 也就是第四行 你点一下他就会帮你跳到脚本画面 他告诉我们的讯息是 Oh Humanoid 不是 walkerspace 的成员 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行 阿德帕的parent 在我们的设想下 这个会是我们的角色模型 对吧 但你有注意到吗 由于我们的baseplate 我们的整个大平台呢 跟Red Pot也有碰到一起 我们的大平台的parent是walkerspace 但是walkerspace底下本来就没有humanoid阿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程式里面做一个例外处理 我们要在function里面排除掉那些 虽然有碰到Red Pot 但不是玩家模型的其他东西 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玩家模型底下 都会有一个humanoid的object 所以我们把它反推过来 就会是 没有humanoid的其他东西呢 都不是玩家 我们就能依靠这一点来排除掉 那些不是玩家模型的其他东西 我们在这里呢 写一个if判断是 if other part the parent 也就是我们的玩家模型嘛 我们这边呢要用到一个function 叫做findFirstChild 我会将这个function的API说明呢 同样放在底下的说明栏里面 这个function呢 会帮我们找出左边这个object 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 这个里面自串的object 因为我这边要找的是humanoid 所以我这边就打humanoid led 现在如果这个if判断式 确定这个other part the parent里面有一个叫做humanoid 的话 就会执行if判断式里面的动作对吧 还不了解if判断式是怎么运作的 欢迎去看右上角if判断式的相关影片 现在我们把local这一行 放到if判断式里面 这样子这几件事情就是 如果other part的parent里面有一个叫做humanoid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执行if判断式里面的这一段程式 现在里面的程式呢 是我已经找到了humanoid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让humanoid扣写了 对吧 取得humanoid之后 humanoid这个object呢 有一个function叫做take damage take damage dake danage 这个function是专门用来扣除玩家的血量的 我想要让玩家踩到就马上死掉 所以我这里面打100 我们按下play 你可以看到右下角的那一行红字错误呢不见了 这个是我的插件 所以你可以不用理会 没关系 我们现在操控玩家去碰到这个red part 你就可以看到玩家死掉了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event教学影片咯 在这边我要给各位观众留下一个作业 如果我想要让玩家踩到red part 只扣除10点血量的话 你该怎么做呢 好的 那么这就是今天关于roblaststudio event事件的教学影片咯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就赶快帮我按赞 订阅这个频道 开启小铃铛 就再也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咯 赶快分享这个频道给你同样热爱roblast 想做roblast游戏的朋友们知道吧 我是克拉克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